留守儿童因父亲爽爷 就化身为熊孩子离家出走 小孙家庭优越 性格古灵精怪 父母为给他更优越的生活环境 就毅然飞到俄罗斯工作 就这样 小孙变成了留守儿童 只有寡言的爷爷照顾他 爷爷话少 每天只跟他说八个字 起床 吃饭 上学 睡觉 刚放暑假 爷爷就生病住进了医院 父母虽然没有赶回来 但请了一个庞大的保姆 回来照顾爷孙俩 由于医院家里往返跑 保姆一出门 就把小孙反锁到家里 无聊的他只能在家里消磨时间 但他心里还是有期盼的 因为父母答应 会回来陪他过生日 结果在生日前三天 小孙得知他们今年又回不来 当即就准备了户外装备和银行卡 要离家出走出去闯荡世界 利用气球挡住监控气候 就成功躲进搬家公司的货车上 然而他在里面碰上了 躲避人犯追捕的小兰 在聊天中得知 小兰自幼父母双亡 自己还被人犯绑走 带到城市当名职业乞丐 在小孙的帮助下 他成功摆脱人犯的抓捕 并说要回老家拿东西 无处可去的小孙就提出一起走 与此同时 回家的保姆发现了小孙离家出走 就赶紧通知爷爷 爷爷把这件事告诉老孙 被吓得的两夫妻连忙坐飞机回家 警察也展开了小孙失踪事件的调查 两小孩经过一天的奔波又饿又渴 小孙想拿出银行卡去取贤 奈何不知道密码 他们就只能在天桥上度过一夜 晚上为了填饱肚子 小兰就用学来的乞讨技巧 讨来两碗面吃 正当他们饿一顿饱一顿时 小孙就在商场的电视屏幕上 看到被采访的老孙一家 老孙担心儿子没钱吃饭 就用暗语将银行卡密码告诉他 小孩心善 拿到钱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昨晚讨来的面钱还了 恰巧 面店老板认识小孙爷爷 通过电视新闻得知 小孙离家出走了 就把两小孩留在家里 小兰生怕老板会报警 因为之前骗吃撇喝 怕被抓走 就带着小孙赶紧离开老板家 结果和人犯撞了个正着 他们把人带到破旧仓库 因为小孙不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对他没有一点警惕 机智的小孙就提出 用乒乓球决定他是否能走 结果他在发球时耍炸 做出抛球动作后 趁俩绑匪抬头开上方 就忽然发球赢的比赛 然后一溜烟的拔腿就跑 绑匪也不慌 他知道小孙迟早会回来 因为所有装备和银行卡 都留在了那 果然跑到一半的小孙 就回去取东西 于是他又被绑了 这下人犯觉得绑谁不是绑 帮小孙还能要赎金 小孙也相当配合 说自己记不住爸爸的手机号码 你们要就自己打电话 结果电话拨出去 他们成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小兰知道小孙被绑走后 就去找老板帮忙 老板召集了自己的一帮老伙计 带上菜刀骑上三轮车 气势汹汹地往仓库走 就这样 俩劫匪在老板的菜刀 马韶攻势下 乖乖进了马带 老板准备把人带到警察局报案 还顺便给老孙打电话 让他一人过来 老孙误以为是绑匪打来的 就悄悄前往约定地点 而老板等人在半路上 就遇见了警察 他们把人帆带走的同时 还打听了小兰的踪迹 老板一听心声疑惑 就没把躲进摩托车的小兰说出来 等人离开后 还顺手拍了照片 老板从小兰口中得知 他一定要回老家 拿很重要的东西 小孙一如既往地跟着 就把两人带到车站 目送他们离开 自己则留在原地 和老孙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着老孙一同过来的警察 看见照片 说那不是警察 而是通缉犯 果然 那帮带走俩人犯的 就是他们的犯罪集团头目 他知道小兰一定会回老家 于是赶紧过去 另一边 小兰到家后 直接去找他很重要的东西 是他们一家的合照 刚准备离开时 就和绑匪撞了个正着 两个小孩没有坐以待毙 小孙的一手弹弓 可谓是百发百中 就在两伙人交战时 警察来了 小孙爷爷更是戴上 自己的作战望远镜 和小孙共同作战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把劫匪们打得嗷嗷叫 最后 各是一档弓 打在马蜂窝上 吓得绑匪们慌不择路 直接躲进警车 给大家展示了 什么叫紫头罗网 最后 小孙成功和家人会合 无处可去的小兰 就被老孙受养 这下 小孙还省了找媳妇的功夫 老孙夫妇也醒悟过来 回到本地工作 一家四口 从此过上了 永不分离的幸福快乐日子 本片 以幽默搞笑的风格 产出了社会上的很多问题 比如留守儿童 父母远去的初衷 都是为孩子好 但这样的行为 却又在无意间伤害孩子心 陪孩子和赚钱 两者都兼顾不了 时代的进步 但孩子的童年 却越来越单一枯燥 也许 很多小孩要的 都不是名牌名校 想要的只是父母的偶尔陪伴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愤怒的小孩 我们下次再见